大家好,欢迎来到iMyFone文中频道 使用Line时总有可能会遇到不希望继续交谈的对象 Line封锁功能就在这时启用 帮助您阻挡不想联络的人 本视频将教您如何封锁和解除Line好友 以及查询是否被封锁 首先是Line的封锁好友的方法 只需要两步骤 步骤一,点开要封锁对象的对话 点击右上角功能 步骤二,点击封锁 如果需要解除封锁的话 可依照下列解除Line封锁好友的操作方法执行 步骤一,进入Line主页后点选设定 步骤二,点选好友 步骤三,点选封锁名单 被封锁的对象想知道是否被封锁 有以下两个免费方式 赠送贴图测试和将对方加入多人聊天室 最快速有效的查询方法为赠送贴图给对方 可以尝试几个很冷冷的贴图 包含表情贴或是主题 如果发现不论赠送几组都显示 已拥有这组贴图 那可以确认您已被对方封锁 别担心赠送贴图需要付款 因为点击赠送之后不会立刻赠送出去 如果被封锁,再确认支付您就会收到 已拥有这组贴图的提示 方法二是将对方加入多人聊天室 被封锁时,对方收不到您寄出的多人聊天室邀请 步骤一,点击一个聊天室 点击右上角的设定 步骤二,点击邀请 并选取想要验证的对象 发现对方迟迟没有出现在聊天室内 那就代表您被封锁了 LINE被封锁后,能看到对方的哪些资料? 被封锁后,不代表完全看不到任何对方的资料 一,被封锁后,封锁期间 您曾给对方的讯息即使解除封锁都不会被看到 二,被封锁期间,不论是通话或是视讯 对方都不会显示任何来电 也不会知道您打过电话 三,如对方在封锁期间更换大头罩 您还是可以看到他的新照片 四,无论是现有或是未来更新 都可以看到对方的状态消息 好了,这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 欢迎你在视频下方发表留言 喜欢本视频,请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或分享给您的好友 我们会持续更新LINE使用的教学视频 下个视频见